好,那么看到现在通过Celerate这个页面呢,我们已经生成出来了啊,现在呢,我们就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怎么的去访问这个页面啊,然后呢,在说之前呢,我们就先给大家去画一个图我们刚刚的这个过程啊,那么关于刚刚的这个过程呢,我们就要在这里面呢,去画一个图啊,就在这里面,我们刚刚在这里面呢,通过启动了一个Celerate的 Worker啊,启动了一个Celerate的Worker,那么这里面呢,启动这个Celerate,它的一个Celerate啊,这个服务器,那么在这边启动之后呢,你的这个将购这边呢,只要呢,你去发出一个任务,那么这个任务呢,就是我们的生成首页静态页面的任务啊,将购,那么将购啊,那么你在这里面,我们写了一个对应的函数, 那么这个函数的话,它呢,就叫做我们的生成静态页面的一个任务啊,这个任务呢,我们刚刚写的呢,就是 这个任务啊,叫做Generate啊,然后呢,Static,下面这个,Index啊,H,TML啊,只要你这边去发出这个任务,我的Celerate这边呢,就会生成一个对应的, 静态文件啊,生成一个静态文件,那么现在你就,看一下啊,只要你这边,你这个任务一发,我在这里面呢,我就会生成一个对应的, 静态文件,还是这个,Index.ntml,对吧,那么,这个,Index.ntml呢,我们说,它是生成在这个Celerate这边的啊, 那么,用户呢,它要访问这个页面的时候,我们怎么给它进行一个显示,那么,我们就要给大家说啊, 昨天呢,我们给大家讲过一个啊,讲,我们的FastDFS的时候,我们说, Index呢,可以帮助我们去提供这个FastDFS里面的图片, 那么,同样的啊,在这台Celerate服务器上面呢,我们也可以呢,再来一个Nex啊, 让Nex呢,帮助我们去提供这个静态的页面啊, 你直接访问我这个Nex,我就可以呢,把这个静态页面呢,给你拿回来啊, 那么,现在啊,看到我们需要呢,去在我们的Celerate这个上面呢,去, 部署一个Nex的服务器啊,然后呢,由它去帮我们就要去提供这个静态的页面啊, 但是呢,你在这边,你要注意一下啊,看到这个里面呢,用户呢, 他就可以直接的去访问我的Nex,然后呢,我把这个页面呢,给他返回啊,给他返回, 那么,这里面呢,对应着就应该是我们的这个用户, 他的一个浏览器,他呢,只需要啊,他只需要去访问我的Nex, 我就可以呢,把这个页面呢,给他拿回来啊,浏览器, 那么,浏览器,然后你在这边,哎,你去访问我的Nex啊, OK,哎,在这里面,由浏览器呢,他可以呢,直接的去访问我的这个Nex, 我的Nex呢,就会给他返回一个对应的页面啊, 那么,这一部分的话,把这个,反过来,哎,这边呢,就应该是他, 好,那么,这这样一个过程啊,那么,现在呢,我们就要给大家说一下啊, Cellery这个,所在的这个电脑上,他的Nex怎么配置啊, 那么,其实呢,你看一下,我们在这里面启动这个Cellery的时候, 我是不是在昨天电脑上启动的,对吧, 昨天电脑上启动的时候呢,我们呢,其实呢,已经安装了一个对应的Cellery啊, 然后呢,我们下面要做的什么呢,我们只需要在这个, 我们昨天已经安装了一个Nex,我只需要在这个Nex的配置文件里面呢, 给他加上配置项啊,就可以,然后呢,我们找到我们安装的这个Nex啊, 就CD,Uda,Local,下面有一个Nex啊,就在这个目录下方, 那么,关于Nex的配置文件的话,就在这个目录里面, 我们需要呢,去修改他的配置文件啊,就Sudo, 然后呢,点Config,Cudo啊,我们的Config啊,这个Config啊,这个目录下方, 哎,Config啊,直接是点Config,然后呢,下面方有一个, VI啊,前面少一个VI,VI,然后呢,写上一个Nex.config, 这里面呢,就是他的一个配置文件,然后把这个配置文件打开之后呢, 看一下我们昨天的配置,我说昨天呢,我们在这里面, 首先呢,这里面是配置的一个server,对吧,这个server呢, 监听的这个端口号呢,是888,那么他的这个配置项呢, 就可以呢,帮助我们呢,去找到对应的FastDFS里面的文件啊, DFS的文件,那么关于这个,让他提供静态文件的话, 我们呢,就可以在下面呢,再加一个server, 注意,再加一个server,这个server呢, 为了这个防止端口号呢,进行重复,我们在这里面呢, 类似的是80,监听的是80端口号, 你注意啊,Nex.config里面,你可以呢,去加多个server, 一个server呢,你就可以呢,认为它是一个web服务器啊, 它是一个web服务器,那么这边呢,是又加了一个server, 加完这个server之后呢,在这里面, 你注意,要加上这么几句配置项啊,这么几句, 有首先呢,这里面有个location-还有一个叫做location-static, 在Nex.config里面,location-和location-static, 后面这一部分呢,你就可以呢,认为, 它就是一个URL的配置项啊,URL的配置项, 那么我们首先呢,先看这个location-关于这个location-的话, 在我们这里面进行配置的时候, 这里面有个root配置项,对吧, root配置项代表什么呢, 后面呢,你给我去指定一个路径啊, 指定一个目录,那么,然后呢,下面呢, 还有一个东西呢,叫做index, index对呢,是这个index.itml, 还有index.itml,对吧, 那么,然后呢,注意啊,这个是地址呢, 配置的就是斜杠, 然后我们在下面呢,再看这个啊, 叫做斜杠static, 然后呢,这个lice呢,后面呢, 也是指定一个目录啊, 指定一个目录,那么这两个配置项什么意思呢, 你通过浏览器啊, 假如说,你通过浏览器, 看到啊,你通过这浏览器, 假如说,你访问我的index, 你直接呢,去敲入这个对应的80, 然后呢,你后面跟一段地址,对吧, 你跟一段地址啊, 那么,根据你敲入到后面的这些地址呢, 他呢,就会去匹配我们的这两个配置项, 你注意配置项我们直写的两个, 对吧, 他呢,是会匹配呢, 最合适的那一个啊, 最合适的那一个, 你比如说我在这边, 我如果敲的是static, 斜杠,对吧, gs下面的这样一个东西, 那么应该匹配哪一项, 是不是这一项, 是不是这一项最匹配, 对吧, 它是最合适的, 你像除了, 除了啊, 如果不是这个static开头的, 它是不是就匹配不上, 匹配不上最终匹配是哪一项啊, 下面这一项啊, 下面这一项里面呢, 它给你指定了一个目录啊, 给你指定一个目录啊, 给你指定一个目录, 你请求的是哪一个文件, 它会, 它就会去这个目录下方的, 把这个文件呢, 给你找到, 然后呢, 给你返回, 那么假如说你的地址后面, 什么都没有写的话, 假如说你的地址后面, 什么都没有写的话, 那么它这里面呢, 有一个默认的配置项, 这个呢, 就是默认的配置项, 你什么都没有的话, 我会从这个目录下方呢, 找到一个index, 或者是找到一个index.html, 把这个文件呢, 给你返回啊, 给你返回啊, 这是它配置项的一个作用, 那么你像其他的上面这个配置项呢, 只要你的这个里面是Estatic开头的, 对吧, 我呢, 就会去这个目录下方呢, 把这些文件呢, 给你找到, 然后呢, 再给你发回来啊, 等一放出来, 这就两个配置项的作用啊, 那么现在呢, 我们要访问, 我们刚刚在这个目录下方, 生成的static页面, 我只需要呢, 去把这些东西加完之后, 加完之后呢, 重启一下我的这个index啊, 就是在这里面, 我们看到, 316, 然后呢, sbin, sbin, 然后呢, index, 然后呢, 杠S写上一个reload, 代表重新, 加入, 好, 重新启动, 那么启动完之后呢, p,s,a,u,x, g,re,p, 写上一个index, 他就已经启动了啊, 现在他里面, 其实呢, 启动了两sr, 一个监听的是888, 用于我们这个, 哎, fastdfs, 这个文件的一个使用, 还有一个呢, 叫80, 这个80呢, 是帮我们提供这些文件啊, 然后呢, 我们在这里面, 你就可以呢, 通过浏览器访问一下, 是一下啊, 我们通过浏览器呢, 去访问的话, 我们直接访问这个IP的话, 不写后面的端口号, 浏览器是不是就默认访问80, 对吧, 那么你在这里面, 注意啊, 你在浏览器里面, 你敲入一个IP地址的时候, 如果你后面, 你不写这个冒号端口号, 浏览器呢, 是默认访问这个IP对应的80端口, 那么我在这里面, 我一敲回这, 哎, 你看到, 出没出来一个页面, 是不是这个手艺, 对吧, 哎, 你一敲的话就相当于, 你在地址后面什么都没写啊, 他就根据我们的这个, 哎, 配置项, 根据我们的这个配置项啊, 根据我们的这里面的这个配置项, 到你配置的这个目楼下方, 把这个index呢, 给你找到, 然后呢, 再给你发回来, 哎, 看到没有, 然后呢, 你知道这个之后呢, 我们下面看一下啊,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, 哎, 点开这个中端, 看一下它的IP地址, ifconfig啊, ifconfig呢, 是这个, 那么我通过我外面的Mac浏览器呢, 我去访问一下这个地址啊, 访问一下这个地址, 那么通过我们它的这个东西来访问的话, 哎, 你直接一敲回着, 哎, 是不是也是这个一个首页, 对吧, 其实呢, 这里面你是不是就访问index的80端稿, 对吧, 所以呢, 就是我们图上面的啊, 通过浏览器, 那么去访问我们的index啊, 访问, 那么index, 哎, 它的一个,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, 在我们的我的电脑上啊, 它的这个里面的这台机器的IP呢, 就是我们的172.16.179.131, 然后, 那么这个index呢, 我们启动的时候, 它的端口呢, 就是80, 你注意啊, 它呢, 就是这个80端口啊, 80端口, 那你只要访问这个index, 它的这个80端口的话, 那么, 它呢, 就会去把这个东西呢, 给你返回, 哎, 找到静态页面啊, 它呢, 就会返回这个, 哎, index.itml, 只要你去敲它的这个IP, 它就会把这个静态页面呢, 给你返回啊, 这个静态页面呢, 就是我们动态生成的这个静态页面啊, 那么现在呢, 就是我们生成完静态页面之后, 我们通过配置index呢, 可以让它帮助我们呢, 去提供这个静态的页面啊, 提供这个静态页面,